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是挣钱 别说什么有神无神的 跟我没关系 说着看到餐厅里挂了一幅画 画是讲的敦煌的故事 哥俩就说敦煌好 谁要弄两幅敦煌的画 那得值多少钱 后来我说敦煌的画 其实敦煌整个的艺术品表现出来的 不就是佛家的故事 人修成佛的故事 一个一个画的都是佛像 他说石头 得得得石头你又来了 我们就看他值多少钱 说到这儿呢 大家有点说不下去 牛脸 另外一个朋友跟其中一个说 说听说前两天你请了个财神 你在家供着呢 你得这财神你得好好供 我听了我就乐了 我说您不是啥都不信吗 您啥都不信怎么得供财神 财神得供 财神要不供 我跟你说这事就大了 我说那财神是不是神呢 他说财神当然是神呢 我说你们哥俩不是无神论吗 你们俩不是党员吗 你们俩不是阿掰吗 你这头供着财神 那头你又阿掰 你是谁啊 你供了半天财神 让财神给你打工 那财神没小时你给他多少钱呢 哥俩咱们咱们咱们眼一听 对这话有点别扭 我说这是不是神由您挑 您觉得财神惹不起 你惹不起财神 你就假如我得挣钱 所以我求财神 牛脸你看那敦煌佛修炼的故事 你不在乎那佛是什么 你在乎那个画值多少钱 我说都是你家的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中有一哥们说石涛照你这么说 我就不是个东西吗 我说可不是你就不是个东西吗 网上有个视频 讲的是敦煌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风在飘零那前世被敲击 轮回中的反应 转动不停 我用佛的大藏经念你地名 轻轻呼唤我们的宿命 轻轻呼唤我们的宿命 我用佛的邹净 我用佛的票 我用佛的…… 我用佛的票 万里很多城市的路 我用菩萨说法都为你演出 今生始终无缘的公物 我用菩萨说法都为你演出 我用菩萨的风沙淹没了繁华 飘摇多少人家 一杯乱湿的茶 荒银而下 我用菩萨的笔花 描迪的花描绘我那思念的脸颊 活在那段光影幕菩萨 在爱有那佛法 少年天下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过这段视频呢 他心里就很安静 没错 这是用了一种很新的方法 但他表示的内容呢 却是沙漠 用水画的办法表现沙漠当中佛家修炼的故事 说实话 以我个人的理解呢 总觉得人如果不带有敬仰之心去画佛的时候呢 不太好 可是呢 咱说反过来又讲 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呢 人们信佛 对佛敬意的标准又太低 所以我只想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以为我们自己行 但是我们在表达的真正的艺术类的东西 或者说想展示自己有修行 有素质的东西 恰恰被表现的文化又是与信仰有关 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 您可以看一看 卖的字画 卖的瓷器 卖的铜器 卖的古董 随便你看看 你会发觉 很多东西 我们因为自己在相应的知识上 相应的素养上 遗失了 我们干了某些似乎不太敬仰的事 但是目的在哪呢 目的是为了自个儿挣钱 这就是人的悲哀 你知到法轮功真相吗 这个给你 还有这个 呼声符 请你记住 法轮大法好 ちょ楼 此